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倾情演绎 第1411集 精彩 真的很精彩 这个时候老皇帝季青天终于开口了 浑厚的嗓音略显得低沉 哪怕听着似乎很吃力 但语气里凝聚着的地位威严 却未褪色半分 他目视着沉默 你觉得朕为什么要长生呢 长生需要理由吗 每个人都想长生 那些修仙者的最终目的不就是长生吗 季青天缓缓站了下来 小皇帝那并不高大的尸身 在这一刻仿佛出世的天神 带着无形磅礴的气势压下 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你理解中的明君是什么样的 季青天问道 沉默张的张口却没吭声 季青天道 提察民情 理心下事 外遇豪巧 内保平安 让天下百姓皆心安而无忧 走到这些 并可称之为明君 然而古往今来 系蜀历朝历代 又有几个皇帝做到过呀 出现一位贤君 并有三代昏君来败家 往复而来 耕朝换代 不过苦的是天下临民百姓 没有长生而不衰的王朝 没有代代出明君的帝国 若想长治而久安 若想天下连年无阵时 唯有明君永生 沉默淡淡地说道 所以陛下认为 自己是明君吗 季青天 微微合上眼眸 道道皱纹密布的面上 浮现出 悲悯难言之态 沉默啊 朕经历的悲苦 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 你可见过 昨日焚花城池 今日如鬼城的情形吗 你可见过满地接婴儿 祸村马蹄 祸及人族 赶脑徒弟 弃生营野的惨状吗 你可见过 富其如牛羊 乱尸山田 血流成渠的景象吗 朕身为大爷的皇帝 是大爷万千子民的父 看着朕的子民 被蛮人欺辱残伤 看着朕的子民 因腹肌而一食子 看着朕的子民 皆横尸于野 你觉得 朕应该做什么 沉默依旧沉默 无论如何 眼前这位帝皇 曾经拯救了这个国家 人的一生太短暂了 朕可以去修行 但如此一来 确实要治朝堂于不顾 治天下黎明百姓于不顾 季青天声音铿腔 朕想让天下百姓 过上更好的日子 朕不想再看到战争 不想再看到百姓 无依无实 可朕的生命太有限了 这盛世的太平 朕没有时间去完成 朕可以选择交给后人 但是又有谁能保证 后人可以如朕这般 将大爷真正地扛在肩上 将黎明装在心里 所以朕唯有昌生 季青天默然睁开眼 蹦出精光 朕要开创万世之太平 朕要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 让九州诸国皆归于大眼 朕要让九州万万百姓 永远持活在盛世之中 子子孙孙 永无战争牵扰 这就是朕长生的目的 大殿安静如常 没有人质疑 眼前这位帝王言语中的 真实心境 也没有人质疑 他曾真的将天下黎明 装于心中 陈牧苦笑了一声 长生我理解 但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拿百姓做实验 将他们炼制成为诗人 见过白雪儿了吗 季青天问道 陈牧点头 见过 不过只是他的一缕执念残魂 真正的白雪儿已经死了 白雪儿认为 这世界有战争 有杀戮 皆是因为人的欲望 他却要通过剥夺人的欲望 来实现天下太平 无一太过愚蠢了 世人就有欲望 欲望是生存的基础 若是没了欲望 这个世界便会走向灭亡 所以唯一的办法 便是控制 控制 沉默挑眉 季青天目光深远 白雪儿的观点并没有错 朕很认同 产生杀戮的最终缘由 便是人的欲望 欲望 会让人变得很贪心 变得永远不满足 会滋养人的野心 哪怕是万世太平 依旧会有不安分的人 想要索取更多 于是便会 惹出事端 挑起杀戮 祸害所有人 这一点 朕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 只要将万民进行控制 即便是再有野心的人 朕不怕他能掀起风浪 侵害到其他人 随时 可将其铲除 沉默明白了 季青天之所以 暗中搞那么多的实验 便是打算 在所有老百姓体内 种下一颗 服从的古毒种子 但凡谁有一心 随时清除 然而季青天的实验 还是失败了 毕竟想要控制天下人 难度太大 沉默脑中 浮现出那一句句 被当作试验品 最终抛弃的无辜尸体 冷声质问 可你如今已经害死了 太多太多的百姓 你口口声声说 他们是你的子民 却落得这般下场 要想有成就 牺牲是难免的 季青天淡淡地说道 朕也很痛心呢 但是他们的死 可以让更多的百姓 享受天下太平 这是值得的 可你终究还是失败了 没有人愿意被铁链锁住 他们看到了 生活下去的希望 自然不在乎被锁住 季青天不以为然 朕也并没有束缚住 他们的自由 只要安安稳稳地生活 种在他们体内的孤独 便不会发作 沉默摇了摇头 无言可辩 眼前的这位帝王 已经走火入魔了 彻底地疯了 她和白雪儿一样 从最开始的理想抱负 逐渐变得偏激 钻入了死胡同 这时 太后忽然出声 我有一件事 始终不明白 季青天淡淡一笑 你是想问 当初朕为什么 要立你为皇后吗 太后轻点禽手 嗯 没错 季青天某子 一向沉默 你这么聪明 应该明白 朕的用意吧 沉默没有否认 对太后说道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她精心培养出来的 什么 太后愣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 亲情演绎 第1412集 他从年少时 被一位老先生培养 虽然入工后 那位老先生便不见了 但他从不认为 自己的成长 与先帝有关系 现在出现了真相 将他昔日的认知 全都击碎了 禅木说道 皇帝想要站住我的身体 融合六款天外之物 肯定短时间内 没有太多的精力 去管理这个国家 何况从无破体 出生后融合 会从婴儿开始成长 这中间必须有人顶替他 虽然大盐暂时 被他从泥潭里拉了出来 但想要稳定 得找一位 能力及出众的掌权者 进行改革治理 让大盐走上正轨 但这个掌权者 不能是拥有 皇室血脉的继承者 若被培养成明君的话 以后取而代之 会很麻烦 唯有女人才是最合适的 所以皇帝肯定在暗中 挑选了很多少女 进行培养 最终脱颖而出的 只有太后您 听完沉默的解释 太后一脸不可思议 如此说来 她一直都是棋子 季青天 目光柔和 沉默说得没错 你是朕培养出来的 你的胆识 你的智慧 你的政治悟性 你的治国见解 甚至你的野心 在朕眼里极为优秀 让你掌权道言 再合适不过了 事实证明 朕没有看错 但女人一旦有了权力 野心会膨胀得很厉害 沉默默然开口 季青天露出了笑容 很聪明 倘若让太后一人执掌朝政 这大言迟早回忆住 所以必须有人对她进行牵制 但这个人 既要对太后的地位形成威胁 又不能影响到太后治国 这种情况下 小皇帝济民便成了那个最悲催的工具人 虽然他是皇帝 但毕竟不是正统皇位继承者 只是亲王的儿子 拿来暂时顶替皇位的 等到某一天真正的太子归来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赶下去 如此满朝文武器天下百姓 都不会有反对的声音 太后也只能乖乖地让拳 这也是你刻意制造出 狸猫换太子一案的真正目的 让天下人明白 当年许贵妃确实生了你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 是大言唯一的正统皇位继承者 你将借太子之身 成为永生的君王 拿回属于你的一切 沉默顿了顿 目光看向于清廉 当然 你为了防止小皇帝太弱 被太后提前赶下皇位 便在朝中又放了一个 用来牵扯的工具人 朝堂之上 许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领导重臣 许知林因为许贵妃的缘故 肯定不行 而这个人 便是能力及品行 同样出色的于清廉 于清廉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 他会维护小皇帝的地位 但同时 他又是一个 心系黎民百姓的臣子 所以他不会抵制太后提出的 一系列治国良策 甚至还会辅助 有这样一个重臣在 太后即便想要窥去皇位 也得三思 事实也如你预想的那样 太后这些年苦心经营 但始终无法登上皇位 便是有于清廉在 大言在太后的治理下走上正轨 明目正的小皇帝 依旧牢牢坐着皇位 只等太子出现 另外你为了更好的控制 且帮助这二人 在他们身边 分别安插线眼线 小皇帝身边有羽绍亲 而太后那边 则是他一直仰仗的古剑灵 羽绍亲虽然没有表现出 对小皇帝的绝对忠诚 但每次小皇帝身处于烈士 他都会帮忙 古剑灵为了让太后 更顺利地治国 帮忙清除了不少反对派 可惜讽刺的是 太后和小皇帝都不知道 他们所依仗的这两人 不过是你故意送给他们的利剑而已 听完沉默的讲述 太后只觉浑身 冰寒透体 交好的身躯 剧烈颤抖 原来古剑灵 并不是他一手培养的亲信 难怪自他掌控朝政后 对方便隐居于幕后 很多事情都不愿意去做了 于清莲老泪纵行 陛下 你这是何苦啊 不愧是朕一手提拔上来的重臣 只是朕没想到 最终还是毁在了你的手里 纪青天微微叹息 沉默望着于清莲 同样感慨 这家伙之所以要在朝堂上 上演一出任太子的戏码 便是想要逼迫幕后的老皇帝出现 毕竟一旦太子现在被承认 那这皇位可就不好取回了 尤其沉默太聪明了 非纪民那个蠢货可以比 老皇帝还没将自己的灵魂 融入无魂体 这个时候 太子是绝不能认的 于清莲口鼻忽然涌出了 乌黑的血液 不住的咳嗽 整个身子也如软泥 瘫倒在地上 这并不是老皇帝恼怒出手 而是于清莲服用了毒药 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理想与真相的残酷 让他心里焦脆 内心曾经的抱负和信念 全部崩碎 化为乌有 昔日对皇帝有多崇拜 如今就有多失望 再留人间 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君死贤臣 臣则明君 陛下 老臣无愧于大盐 无愧于你们 老臣先走一步 于清莲闭上了眼睛 这位对大盐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臣子 终究死在了他曾经最为崇拜的君主面前 陈木沉默了一会儿 陈生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再得知了 我就是当年许贵妃生的那个无魂体后 之所以没有急着跑来抢夺 是因为你的魂魄现在被困住了 对吗 陈木走到太后面前 从他怀里取出两个铁盒子 这其实是钥匙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倾情演绎 第1413集 陈木手里的两个铁盒子 一个是昔日小皇帝给的 一个是太后给的 当初小皇帝 故意让陈木进行保管 是因为他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只是在悬夜真人的建议下 希望陈木利用自己的高智商 将其解开 当然 悬夜真人肯定查出了些内情 一直对小皇帝寄民隐瞒 太后同样不知晓 甚至让陈木归还给双鱼国 如今随着老皇帝的出现 以及对案件所有信息的梳理和推测 陈木终于明白 这神秘铁盒子是什么了 当年许童儿去双鱼国查探自己的身世 顺便帮纪青天寻找与亡灵军有关的祭祀神坛 起初纪青天 让其寻找祭祀神坛的目的 是为了对大眼百姓做实验 不过随着许童儿叛变 这祭祀神坛反而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将他的魂魄完完整整地保护起来 而这两个铁盒子便是用来打开祭祀神坛的钥匙 在纪青天进入神坛后 这两个钥匙也最终落在了小皇帝和太后的手里 你错了 没有这钥匙 朕也能从祭坛出来 纪青天悠悠地说道 朕在得知你是无魂之体后 之所以迟迟没有动静 只是想等你将其他的天外之物全部融合 在我去双鱼国的时候 与绍青让我去找珍珠 这又是为了什么 因为祭坛出了问题 见祭青天沉默 沉默给出了解释 当初许童儿去双鱼国是珍珠接待的 是他们一起找到的祭祀神坛 如今祭坛发生异常 许童儿死了 也只有珍珠或许才知道原因 缠目顿了顿 你现在可以利用秘书 借小皇帝的尸体与我们对话 但你真正的魂魄 却还是无法从祭祀神坛出来 季青天微微一叹 若不是于青莲逼迫于朕 朕也不会冒此风险 不过你还是提供了朕布局的能力 陈墨 朕再问你一遍 你真的要阻止朕 开创一个万世太平吗 你真的愿意看着天下百姓 常年处于战火灾轰之内 恍恍度日吗 我当然不愿意 可你不是救世主 沉默淡淡地说道 季青天声音冷漠 你不相信朕 我相信你长生的目的 是为了创万世之太平 但我不信你可以坚持下去 或许刚开始 你会历经图治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可你的生命是永恒的 渐渐地当你完成了目标 你就会逐渐厌烦这一切 你会逐渐感到孤独 逐渐变得麻木 你的心态会发生变化 到时候 你就会为了寻找刺激 拿黎明百姓作乐 最终你会亲手毁了你创造的一切 沉默目光深邃 每个人都想长生 可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忍受长生带来的孤独 长生是天堂亦是地狱 陛下 其实你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否则你就不会拿那么多百姓做实验 在他们体内 种下服从的孤独 你曾是一个好皇帝 会在历史的长河里 留下璀璨的星光 你的一生足够经验 你对得起 你身份所赋予的使命 大言的结局如何 你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做决定 天下大事 分酒必合 何酒必分 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遵从历史规律 天下 是天下人的天下 天下或好或坏 天下人都有责任 你想以救世主的身份 拯救天下 最终的结局 只会毁掉一切 沉默这番话 多少带有几分 诚恳真挚的劝谏 功过难敌 无论怎样 季青天的前半生 当得起一代雄主的称号 当得起明君的称号 可惜此刻 季青天已经钻进了死胡同 心境早已偏执到极点 你所说的 只是其他人而已 朕不可能变成 你想象中的那样 朕会永远守护万万子民 让他们世世代代 生活在太平之下 朕就是他们的天 朕永远不会倒下 季青天末朗的毛子 死死盯着沉默 厉声道 沉默 你很聪明 可你从未坐在高位上 去俯瞰天下大局 今日朕 既然愿意现身于金龙大殿 就有把握 去夺取乌魂之体 随着季青天声音落下 一股暗红色的光芒 自他的周身爆发 光芒侵没了 整座大殿 如翻滚着的血浪 季青天伸出手 摁在了宇绍青的心口位置 秘术施展而出 宇绍青的身体 轰然化为一团 黑色粉末 而后又扭曲成巨大的蟒蛇 吃拉一声 地面被划出一道深深的沟渠 季青天整个身体 融入蟒蛇之内 红光耀天 以无可匹敌的姿态 栖身到沉默面前 快去救沉默 太后急声对暗卫说道 然而暗卫还被动手 周围红色的雾气 便将他们困住了 面对汹涌的杀意 沉默刚要躲避 却赫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 好似被一股禁止 给禁锢 无法动态 密集的黑色液体 自他的身体每处毛孔涌出 变得暴躁不安 声声在周围扭曲 裂开了一道虚空缝隙 沉默明显能感受到 自己正被扯入这 虚空缝隙之内 无数地狱之火燃起 地面出现了 一朵朵艳色莲花 摇曳盛放 一道道被烧红的根须 扎进了沉默的身体 要置之死地后生吗 极度的痛苦之下 沉默面目显得有些猙獰 强行凝聚起一股天外之物 摁在了蟒蛇腹部 抓住了对方的魂石 夫君 大殿之外 白仙宇焦急的声音传来 去黄陵 沉默拼出余力 扯开了一道空缺 将两个钥匙扔了出去 我已经锁住了他的魂石 祭祀神坛在那里 毁掉他的魂魄 随着虚空缝隙 强力吞噬 沉默的意识 渐渐模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 倾情演绎 白仙宇紧钻着钥匙一路急奔 终于来到了黄陵山下 然而却有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挡住了去往黄陵的路 二姐 回去吧 挡在面前的人 是名为四史中的玄武 此刻的他 一身平日熟悉的玄甲 手持银色长枪 看起来早就挡在这里 防止有人进入黄陵 在他身后 还有密密麻麻 一众名为死士 少说有上百 是医夫让你守在这里的 白仙宇冷声问道 玄武没有回答 及时默认 刷的一声 白仙宇抽出长边 娇喝道 滚开 玄武目光流露出痛苦之色 二姐 义父说了 除非踏过我的尸体 否则 任何人不得进入黄陵 如果我回去 那就没办法救我夫君了 白仙宇内心同样煎熬 玄武 念我们姐弟一场 我不想自相残杀 让我过去 送二姐平生第一次求你 然而玄武 还是如雕塑般的挡在那 轻轻摇头 对不起二姐 我不能为 康义父的命令 你 白仙宇刚要开口 忽然一片碧绿的树叶 朝着玄武飞绿而去 玄武心头一惊 抬枪抵挡 绿叶割裂成两半 划过他的脸颊 落下了四目的血红 溅出一滴血液 玄武抬头望去 却见树梢之上 静静俏立着一抹 紫色欠影 竟是邵思命 原来自从沉默 与白仙宇入宫后 便有名位包围了宅院 意识到事态不对 云指月留下保护众人 而邵思命则前来探查 小子儿 你先拖住他们 看到邵思命 白仙宇神色惊喜 顾不得解释太多 连忙略想黄陵 有了邵思命的帮忙 尽管玄武欲要百般阻止 可终究还是 让白仙宇冲破了困围 不过玄武并不担心 因为前面还有人等着他 果然 行至半路到临间时 白仙宇最不愿看到的人出现了 青龙 大哥 白仙宇望着面前的轻衣男子 痛苦地说道 连你也要阻拦我吗 青龙缓缓地 抬起手中长剑 指向他 为什么会这样 白仙宇美眸溢出了泪花 在我心目中 我一直当你是兄长 从未想过我们兄妹 会有刀剑相向的一天 我不求你能站在我这一边 我只希望看在我们兄妹的面子上 能放我过去 我相信义父不会怪罪你的 我和他的恩怨 我会亲手解决 青龙目光复杂 到这个地步 再多说也无用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能挡住我一剑 我便让你过去 大哥 白仙宇身形一颤 满脸苦涩 论青龙的修为 纵然他有法相助威 也必然不是对方的对手 况且青龙这一剑 肯定不会留有余力 如果想救你夫君 就动手吧 青龙淡淡地说道 见对方丝毫不留情面 白仙宇咬了咬嘴唇 心吓一喊 甩出了长鞭 刷的一声 青龙一剑横出 剑芒似是凭空暴涨而出 如蛟龙般席卷四方 瞬息间仿佛撕裂了空间 使耳膜受到了一种 奇异的压迫 质量的剑芒似要将这片山谷 吞噬其中 白仙宇挡不住这一剑 这世上估计除了神女外 很难有人挡住 可不曾想 白仙宇根本没有施展招式去抵挡 反而在关键时刻 将手中的长鞭扔掉 闭上了双眼 他要赌 用自己的生命去赌 剑芒呼啸而过 薄如缠意的剑刃掠过他的喉咙 一切归于寂静 女人膝白的薄梗上 缓缓地渗出血迹 如被缠上了一丝红线 格外刺眼 但这仅仅只是皮外伤而已 白仙宇睁开眼睛 轻吐了口气 他转身看着背对着他的青龙 感激道 谢谢你 大哥 你走吧 青龙叹息一声 说吧 他猛地挥剑 斩掉了自己的左臂 同时自毁丹海 废掉了自己的所有修为 鲜血喷剑而出 弥漫出了一片漆迷的红雾 大哥 白仙宇被这一幕给呆住了 反应过来后的他 下意识想要上前 却被对方抬手阻止 青龙亮呛了一下身子 苍白的脸颊凝视着 天宫中漂浮着的云 淡淡地说道 我这条命是义父的 我本该还给他的 可是 我曾经有答应过他 要好好活下去 如今也只能以这种方式 还义父的恩情了 白仙宇知道 对方口中的他是谁 是青龙年少时 遇见的那位青龙姑娘 小鱼儿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青龙轻柔地丢下一句话 便朝着雾林岸深处走去 独孤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视野中 如天空流逝的云彩 名位再无青龙 世间再无青龙 白仙宇泪如雨下 这时一道充斥着悲悯的声音 漠然响起 一切要结束了吗 白仙宇抹去眼泪 转身盯着红尘和尚 冷冷地说道 怎么 你也想阻拦我 红尘和尚 干净的眸子 浮现出些许忧伤 师父本不想让我来 他说 今日我若来了 便不能再回去了 你应该听你师父的话 白仙宇捡起长鞭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 红尘和尚自嘲一笑 或许吧 但易小僧看来 我若是不来 这一辈子便再无追求 真正佛道的机会 所以明知会死 我还是愿意去寻找 我心中的那个答案 你的答案是什么 是你 我又是谁 陈牧的妻子 所以你觉得你能得到我吗 不能 红尘和尚摇了摇头 这辈子不能 下辈子也不能 白仙宇说道 既如此 你又何必强求自己呢 红尘和尚神情色然 小僧 没有退路了 交谈到这里 白仙宇便明白 想用言语劝退对方 只是徒劳罢了 甩出长鞭 直接攻向了对方 当陈牧醒来时 发现自己 竟在一片沙滩上 沙滩很熟悉 面前的大海 平静得不起波浪 一如平和的心境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巴依团队 倾情演绎 第1415集 奇怪啊 好像来过这地方 陈牧心中 泛着嘀咕 不过很快 他便从记忆里 翻出了 这熟悉的一幕 当时他在进入 无尘村的时候 偶然进入这个幻境 你见到他了 忽然 陈牧旁边 出现了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 被漆黑色的 现状黑夜包裹着 就像是天外之物 乍一看 与陈牧的身形 有几分相似 好像是 镜像了一般 又是你 陈牧皱眉 黑影平静地 注视着海面 缓缓问道 你觉得 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 缠目之道 对方问的是 季青天 耸眉笑道 我没办法去评判 也没资格去评判 反正他想害我 那我只能反抗了 当年 婴儿还在胎中的时候 他便将一块 天外之物放了进去 进行实验 而在放入 天外之物的同时 他又埋下了 一颗谷种 方便与自己的灵魂 更完美地融合 黑影轻声说道 如今他被迫现身 这颗谷种 便是他融合的 最后希望 缠目恍然 难怪如此 你知道我是谁吗 黑影问道 缠目叹了口气 以前无法猜到 但现在 我能猜出你的身份 你是许童儿 准确说 和白雪儿一样 是许贵妃 残余的一缕执念 缠目声音落下 黑影外层的液体 缓缓剥离 最终呈现在面前的 是一个美丽女人 许童儿 当初 她在我腹中 放入天外之物 虽然被体内的 婴儿融合 但身为母体的我 还是受到了影响 死后 也出现了一缕执念 一直徘徊在 这虚空之内 许童儿目光平和 唇角泛起温柔的笑意 知道我为什么 会背叛她吗 缠目没有说话 许童儿清澈无暇的 眸子 好像晶莹的宝石 映照着 淋淋海平面上的柔光 轻声说道 从血脉传承的角度来说 你和我并不是母子关系 我只是借着自己的身体 将你从另一个世界 挪一并孕育出来 可从女人的角度来说 你毕竟是我腹中的孩子 十万天底下又有多少母亲 愿意把自己的孩子 当成是可随意扼杀的物品 虽然我背叛她 有着其他的原因 但更多的是因为你 曾经我以为 自己很幸福 我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女人 我的丈夫是一代民主 可当我腹中有了你之后 我却体会到了 幸福的另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很真实 很安心 听着女人 pose内心的情感 沉默张了张嘴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世界的亲情 终究与她很遥远 曾经我支持她 是因为她真的想开创 一个万世太平 可当我孕育出你的时候 或许是与另一个世界的 你有牵连 我也获得一些新世界的记忆 我才渐渐明白 万世太平 并不存在于这种规则之下 许童儿缓缓说道 可惜我无法改变什么 她也无法改变 没有永远的万世太平 也没有真正的成仙入道 我曾经告诉过天君云霄 可她不信 我曾经提醒过陛下 可她也不信 后来我才明白 他们的能力再高 思想总是会局限于 这个世界的规则之内 我们注定只是 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或许到某个时段 这个世界 才会发生改变 这个时候 陈木才真正理解了 许童儿当时 为何会选择背叛 当她获得了新世界的思想后 注定与现有的环境脱节 变得比任何人都要清醒 可惜她没办法唤醒其他人 结局注定是死 许童儿扭头看着陈木 忽然问道 陈木 你觉得 你该属于这个世界吗 不该 陈木回答得很干脆 从一个人归属的本心来讲 这个世界 确实与她有着 不可弥合的割裂感 这样缥缈的感觉 让人很不安 就好像 永远走在一团棉花上 脚无法触碰实地 那你想离开 回到原来的世界吗 不想 陈木同样回答得很干脆 许童儿美眸 泛起笑意 为什么 是因为这里 有你喜欢的人 陈木点头 没错啊 可那个世界 也有你喜欢的人呢 许童儿能翻阅 陈木的所有记忆 也能窥见她内心的 所有真实情感 陈木听到这话 下意识地握紧着拳头 又缓缓松开 在曾经那个世界 她也是花花公子 可唯一不同的是 那个世界的她 真的是一个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 无情渣男 泡一个甩一个 无太多的留恋 只有那一个女人 是她内心 永远无法释怀的 陈木从未对任何人 说起过那个世界 关于自己的事情 也从未对身边的女人 真心袒露过 上辈子的感情 但此刻面对许童儿 她却有一种 想要刨开内心 倾诉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 对方是她的母亲 都说大部分男人 都对自己的初恋 赋予最特殊的记忆 我想我也不例外吧 陈木望着无际的海平面 柔声说道 我和她是同年同月 同日生的 甚至同一时刻出生的 我和她从小变是邻居 一起玩耍 一起上学 一起成长 就好像我们天生 就粘在了一起 谁也无法割裂 可真正萌生感情的时候 我和她总是会上演一出出 狗血的言情句 要么我误会她 要么她误会我 吵吵闹闹 彼此伤害 可笑的是 我们俩从未真正告白过彼此 她在等我表白 而我又等着她给暗示 谁都不敢迈出那一步 明明是最最熟悉彼此的人 却又不敢把握彼此的心意 最终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总之回想起来 大大小小的事情 要多狗血就多狗血 我不想为我变成渣男的原因找借口 但我之所以跟那么多女人混迹 很大原因就是为了故意刺激她 就是想确定她到底有没有在乎啊 我自认为我对女人很了解 能在短时间内 很准确地摸透对方的心思 可唯独对于她 我仿佛永远看不透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倾情演绎 第1416集 产牧说了一大堆心里话 这些话无论是上辈子 或是这辈子 她都没对第二人说过 现在面对自己的母亲 她终究还是发泄了出来 言语中有着不甘 茫然 后悔 失落 以及那淡淡的释然 许童而耐心地听着 清秀动人的眉眼尽是温柔 在男人发泄完 深埋已久的情绪后 她给出了答案 因为你们太在乎彼此了 是啊 因为太在乎 所以越小心 最终距离越来越远 也许吧 蝉目吐了口啄气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 现在我有了喜欢的人 陪在我的身边 一切足够了 再说人总该有些遗憾 不是吗 所以你不打算回去了 许童而问道 轻柔的海风吹动了她的群山 却也让她的身体愈发透明 蝉目摇头 我从未有过这打算 那个世界的蝉目已经死了 她记忆里最放不下的女人 也会随着她的记忆一同消失 这个世界的我 最爱的女人是我的小羽儿 蝉目脑海中 回想起白仙宇 那声亲切的夫君 心中柔情万丈 谁都无法替代她 那你想要长生吗 许童而问道 蝉目一睁 轻轻摇头 长生很孤独 我不喜欢 许童而道 你已经融合了 所有的天外之物 现在的你 其实已经长生了 但数十年后 你的妻子们会逐渐苍老 即便他们已修行助言 可终有死去的一天 而你 想死不能死 陷入无尽的痛苦 倘若你回到原来的世界 你便会回到正常的生活 去找你喜欢的她 弥补遗憾 你们一起慢慢变老 满于头目 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沉默又陷入了沉默 她明白 许童而说了这么多 并非是想劝她 回到原来世界 而是看出了她内心 不愿面对的纠结 想要帮她抉择一个答案 做到真正的 面对和释怀 她也相信 如果选择回去 许童而会立刻 带她回到曾经的世界 这也是女人 一直等候在这里的原因 当年是她 把沉默带到了这个世界 如今她想给对方 一个重新选择 自己命运的机会 虽说人生 因为遗憾才完美 可做出错误的选择 同样会 悔恨终生 还是那句话 以前的沉默已经死了 沉默张开双臂 享受着柔柔的海风 将心扉彻底敞开 我会陪着小雨儿他们 倘若这就是 我沉默的命运 我会接受 即便他们最终会死去 但至少身边有我 许童而浅浅一笑 不后悔 不后悔 男人很坦然地说道 我无法预见 你的选择是否正确 但既然是你最真心的选择 我会支持你 许童而抬起玉手 轻抚着男人脸颊 语气温柔 我也从未后悔过我的选择 因为拥有你 是作为母亲的我 此生最大的幸福 我庆幸没有抛弃你 也庆幸你选择了我 木儿 人生很苦 可也很甜 你不必肩负起 拯救天下人的责任 你也不必让自己成为救世主 你只需要快乐地活着 便足够了 女人的声音 渐渐变得 飘渺轻柔 如同她 轻浮在男人脸上的手一样 渐渐感受不到 触感和冰凉 她的身体 开始化为 一粒粒陈芒 沉默内心苦涩 她明白 许童留在这世间的 最后一抹痕迹 也要消失了 我会好好活着 在女人消失的刹那 沉默轻声说道 天色逐渐灰暗 明明还未到黄昏时刻 血红的夕阳 却已在散乱无章的 云朵侠片中 徐徐下沉 似乎也在预示着 一个王朝的陨落 古剑灵 静静坐在黄陵前 她身下依旧是那个 陪伴了很多年的坐轿 但抬着坐轿的人却没了 只有她一人 守护在墓前 很快 一道鲜美的身影 映入了她的眼帘 很厉害 古剑灵唇脚勾起弯弧度 白群沾有鲜血的白仙宇 在距离她十米抽亭下 冰雪般清冷的眸子 丝毫不掩饰悲涩 你一直在骗我们 红尘死了 古剑灵问道 对 白仙宇点了点头 若是以往 她不是红尘和尚的对手 但如今 她有足够的实力 去杀对方 而且她也明白 红尘是一心求死 佛心已破 尘埃已染 即便活下去 也只是一句行尸而已 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白仙宇反问 为什么不关心大哥和玄武 有些人生来就是棋子 自然也注定了他们的结局 青龙如此 我也如此 包括你 古剑灵微笑着说道 白仙宇握紧长边 你我之前还有未解断医院 不过现在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所以请你让开 已经晚了 什么晚了 古剑灵目光 跳向皇宫 要么先皇 要么先皇 融合你丈夫的身体 要么先皇失败了 无论结果如何 现在你做什么都晚了 不 凡事都无法肯定 我若不做 才是真的晚了 白仙宇冷冷说道 古剑灵眼眸微合 在遇到沉默之前 有没有想过 你我妇女 会有成为仇人的一天 没有 这是实话 毕竟曾经在白仙宇的心中 古剑灵 无疑是他 最崇敬的人 古剑灵唇间 飘出一道 若有若无的叹息 我也没想过 曾经我以为 你不会对沉默动情 所以没有阻止 可当明白 你真的喜欢上他时 我又想着拆散你们 虽然那时候的我 还不知晓 沉默就是乌魂之体 但内心总有些直觉 生怕你我妇女 会有反目的一天 在你杀了我家人的时候 其实我就应该明白 会有这一天 白仙宇眼眶 微微有些发红 不许吧 古剑灵看起来很疲惫 轻声道 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 既然你想进入黄陵 我们妇女只能一战 好 白仙宇运转全身功力 神色凝重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 倾情演绎 第1417集 他从未见过义父出过手 平日里总是一副 病奄奄的模样 但白仙宇很清楚 既然能成为名位督指挥使 既然能培养出 青龙那样的绝顶高手 修为肯定极高 自己必须尽全力才行 曾经我和天君云霄 有过一战 我输了半招 古剑林缓缓抬起手 犹如山红爆发般的 磅礴灵气 刹那间压向白仙宇 后者顿觉 飓风临顶 喘不上气来 心头要揉碎一般 甚至还没能出手 白仙宇便跪在地上 喷出鲜血 实力差距 一目了然 白仙宇俏脸 无比的惊恶与震撼 他知道对方的修为很高 但没想到 竟这么强悍 能和云霄那般 天下第一的高手过招 只输半招 足以傲视天下 白仙宇内心 无比的绝望 怎么办夫君 小羽儿没办法帮你了 忽然 一股清浅的清香 凭空飘来 将那恐怖的威压 生生排解而开 白仙宇也得以松了口气 恢复了自由 我来一战 神女白衣如雪 手持长剑 指向古剑灵 当沉默 将自己的意识 从虚空裂缝中拉出来时 发现 季清天的双手 已经融入了 自己的心口位置 温热的心脏 仿佛已经被他 紧紧攥在手中 随时被捏碎 周围浓郁的煞气 与灵力 交叠翻滚 殿外是昏淡 阴郁的天色 四面是重灼乌黑的煞气 一阵阵刺骨带有湿气的冷风 让两人周围 结上了厚厚的冰层 沉默 上天是站在阵这一边的 兴许是觉得自己占据了上风 季清天开口说道 朕虽然是酿下了很多措施 但是朕是一心为民 朕是大言的希望 朕是九州万民的希望 而你非要逆天而行 注定被抛弃 沉默没有说话 反而闭上了眼睛 任由周身的天外之物 肆意沸腾 该结束了 季清天的双手 就像是坚不可摧的利刃 缓缓扎进了沉默的心脏 跳动着的天外之物 更是朝着季清天身上涌去 近风阵阵 呼啸回旋 如怒潮奔腾 刹那间地动天摇 形势似乎完全一边倒 然而下一秒 季清天脸上的表情 便震住了 刚刚还在沸腾着的天外之物 忽然像是凝固的胶水 将它的魂魄 紧紧粘制在一起 仿佛是被琥珀困住的虫子 它感觉自己的灵魂 凝结成了坚硬的石块 正慢慢地沉坠 每当它想要强行融合沉默的身体时 那极致的痛楚 瞬间弥漫向全身 就像已经结巴的创口 又被烧红的烙铁烫伤一样 怎么回事 季清天轻害无比 沉默轻轻叹息 还不明白吗 以前这具身体可以被融合 是因为我还没来 如今我这个主人回到了这具身体 若我不愿 你就算费再大的力气 也无法将我赶出去 这不可能 季清天目自欲裂 像是发了疯的欲挣脱天外之物 可无论它如何拼命 也无济于事 反倒是自己浑石 被反噬之力钳住 痛咬着它的心 哪怕没有身躯 却仿佛有无数刀片 扎进它的骨骼 钻进它的血管 弥漫到全身 你说老天爷是眷顾你的 也的确如此 沉默目光怜悯 可惜你并没有好好珍惜 你本可以成为千古一帝 你本可以开脱盛世 你本可以拥有最爱的人 可你却不满足 最终一点一点的 把本该属于你的全部抛弃 不会的 朕不会失败的 朕不甘心 季清天面色猙獰 而这时 它的浑石突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虚空中似有一股神秘力量 正在抹去它 看来我娘子 已经把你的魂魄给打碎了 沉默松了口气 淡淡地说道 季清天 一切都结束了 不过大言并没有结束 这个世界也没有结束 历史不会停下脚步 去悼念某个人 却会努力让未来的人们变得更好 惊慌恐惧的季清天 已经听不尽沉默任何话语 他依旧做最后的挣扎 咆哮着 怒骂着 直到他的魂石变得激进透明时 他才终于接受了这个现实 帝王一梦中成空 季清天满脸悲凉自嘲 看着殿外的流云飞卷 仿佛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留恋 或最后的忏悔 他看向沉默 轻声问道 若这江山交给你 你能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吗 不能 沉默很有自知之明的摇头 季清天色然 不是不能 这是不愿吧 他了解沉默 对方是一个胸无大志之人 活得快乐才是他的人生目标 而对方的快乐源泉就是女人 在临消失之际 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沉默 你生活的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沉默想了想 不能合法开后宫 季清天笑了 破碎的浑石化为一缕烟雾 消失在了大殿之内 消失在这个 他曾登上巅峰又陨落的地方 大殿恢复了安静 浅犬的云衣也渐渐地扩散消失 灰蒙蒙的天 恢复了曾经的湛蓝与明镜 皇城外的人们依旧还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过对于他们而言 也确实什么都没发生过 当沉默飞快赶到黄灵 看到白鲜雨完好的站在黄灵门口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娘子 你没受伤吧 沉默将女人紧紧搂在怀里 深袖着对方脖梗里的幽香 虽说之前 面对季清天时 有把握能赢下局势 但内心总是有些不安 生怕真的与娘子他们永远离别 此刻拥抱着的真实 最让人心安 夫君 你现在关心的不该是我 白鲜雨悠悠地说道 沉默一睁 目光掠过黄灵大门 这才看到古剑灵的尸体 正静静地躺在高台旁 而另一边则是神女 此时神女面色苍白无比 看起来极其虚弱 依靠墙壁而坐 看到沉默走来 神女合上凤墓 淡淡地说道 别抱我 也别搂我 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沉默 神色尴尬 摸了摸鼻子 认真说道 谢谢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倾情演绎 第1418集 神女懒得搭话 见对方真的不愿搭理 沉默便回到白贤宇身边 把发生过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听完丈夫诉说 白贤宇内心复杂无比 至少他是一位好皇帝 算不上好 只能说厉害 沉默纠正道 当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无论怎样 交由历史去书写 至于我们 做好自己就行了 夫君 今后你想做什么 白贤宇美目异异 沉默笑容灿烂 努力开拓后宫 争取家里三千人 你敢 白贤宇柳梅竖起 尽管知道自家夫君在开玩笑 但女人内心还是有些酸涩 回想起被太后拿捏的情形 低声道 夫君 你现在不重视我了 为其他姐妹欺负 你也不帮我 沉默搂住女人掀腰 正色道 娘子 你有没有发现 你改变得很多啊 什么意思 白鲜宇不解 你总觉得配不上我 尽可能地迁就我 努力去改变自己 有任何委屈都一个人憋在心里 可你想过没 你是沉默的第一任妻子 虽然我一向信奉 妻妾同等 但你毕竟是后宫之主啊 我可以帮你 让他们不敢欺负你 可这样一来的话 他们心里肯定是有想法的 你要记住 想做我沉默的正牌妻子 得学会霸道一点 懂吗 听着丈夫难得教诲 白鲜宇若有所思 过了片刻 神女走了过来 淡淡地说道 我要走了 你照顾好自己 沉默皱眉 你去哪儿 神女瞥了眼 古剑灵的尸体 神色难明 轻声说道 与她一战 让我误了一些东西 我想先闭关修行一阵子 要闭关多久 不知道 也许几个月 也许几年 也许 一辈子 那 孩子我会照顾好的 神女打断沉默的话 眼里多了一些柔色 虽然与你经历了九十夫妻 但终究不过是如梦似幻 我不会相陪在你的身边 毕竟在我心里 修仙大道 依然是最重要的 永远不会放弃 陈牧 你和我的缘分 由天注定吧 说吧 女人便离去了 陈牧张着张嘴 想要挽留的话 最终咽着回去 无奈道 真有个性啊 丈夫吃瘪的模样 让白鲜宇格外舒爽 横横笑道 还真以为天底下所有女人 都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啊 活该被甩 其他女人不知道 反正我身边就有一个 被我迷得神魂颠倒的傻妞 你说谁是傻妞啊 你猜呀 混蛋 我才不是傻妞呢 陈牧一把抱起女人 笑着说道 就算你真傻 也是我陈牧最爱的女人 今晚咱们先大战三百回合 就不信怀不上孩子 苍延低垂 登龙高悬 漫天的枫叶如火如荼 像燃烧的火焰 距离京城之变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虽然陈牧是太子的身份 被揭露了出来 但因为本人的撂担子行为 再加上 实质性的证据被摧毁 导致陈牧 是否应该接任 帝皇之位的决定 与百官之中争论不休 况且金龙殿内的真相 没有其他官员知道 使得事件更为复杂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 陈牧和很多官员 都产生过恩怨 妻子又是朱雀氏 如果陈牧坐上皇帝 会不会报复 还不一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官员开始 不愿意承认这个太子 在少了于清廉这个主心骨后 那些官员们 在面对太后的强权时 也都收敛了不少 小皇帝的死 对外宣称时 因病暴毙 无论民间如何猜测议论 死人终究掀不起大浪 如此情形下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不管陈牧是否会登上皇位 这大炎的最终权力 还是会被太后牢牢掌控 陈牧是玩不过太后这个老狐狸的 当然他们并不知道 太后已经被陈牧在床上收拾了 这期间 大炎的战神陆戈 亲自前来与陈牧会面 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天庭杀手组织的幕后主人便是他 后来他当年发现 季青天在拿百姓做实验 内心很是震惊和失望 本打算上书劝解 但又怕连累到家人与部下 所以选择暗地进行调查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 很多隐秘之事被挖了出来 包括关于许贵妃的内情 当初他暗中派出龙溪和花葬去接太子 就是希望保护好他 等待时机成熟时 将其拥立为新帝 只是没想到 龙溪在半路搅了局 而让陆戈产生背叛先帝的最大原因是 他发现先帝利用亡灵军的祭祀神坛 对士兵进行古毒改造 这是身为军人的陆戈最无法容忍的 但他毕竟只是臣子 无法阻止季青天疯狂的计划 在这种极端疯狂的改造下 季青天秘密打造了一支火死人军队 打算以后用来帮自己开疆拓土 季青天死后 这支诗人军团被封印在火死人林 然而就在三年前 陆戈发现这支诗人军团突然不见了 就好似凭空蒸发了一般 无一点痕迹 这也是陆戈跑来找陈牧的真正目的 希望能调查出这支军队的下落 这支诗人军团威胁巨大 若被有心人利用 恐怕会引得天下大乱 生灵涂炭 本打算推辞的陈牧考虑再三 最终决定去调查 临别的时候 陆戈有意无意地暗示了一下 希望陈牧能照顾好自己的女儿陆五一 毕竟陆五一的父母曾经养育过他 两人也算有缘 而且陆五一在家族的精心培养下 拥有极高的军事谋略及政治方面的才能 若陈牧登上皇位 可以进行辅佐 陈牧听出了弦外之音 直接选择拒绝 对此 陆哥只能作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倾情演绎 休息数日后 陈牧与家人道别 准备去调查消失的诗人军团一案 谁知 刚寻出一些线索 边疆传来了一则重磅消息 赫云国在以雷霆之势摧毁吞并了南前国后 终于露出了他的獠牙 对大岩边疆进行侵犯 并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攻破幽岭关 强占了大岩三座城市 之后更是绕到云州 与周兰两座重镇 突破宾江防线 以巨大的机动优势兵力直冲京都 即便有陆戈这位老战神存在 可因为被脱困在北域战士中无法脱身 其他驻守将领又较为平庸 一时间无法对赫云国狼虎之师 形成有效阻拦 整个大岩陷入黄黄氛围之内 最终还是太后不顾大臣反对 任命飞穷为主帅 陆武一为军师 率领二十万龙甲军进行抗击 此时的飞穷在陈墓的帮助下 已经恢复了正常模样 与太后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 在得知陈墓是许贵妃的孩子后 不管是否拥有血缘关系 她都奉陈墓为新主人 以婢子身份伺候左右 太后一指一出 很多人都觉得荒谬 没人看好这两个女人 能带领军队 扛住赫云国的凶猛攻势 可事实却打了他们的脸 一番简短的修整后 仅用了十天 飞穷变和陆武一带领军队 重挫对方敌军 趁机收复了一座城池 而后更是频频取得大捷 接连将余下两座城池收复 将敌军赶出关外 如此战绩 令众大臣瞠目结舌 禅目听后也是惊讶不已 在和太后看完详细军情后 终于相信陆哥没有说大话 陆武一这女人 确实很有军事才能 敌人的撤退 极大鼓舞了士气 但陆武一并不愿就此停歇 在与飞穷商议后 直接跨过天险大江 一举将驻守在南前国的 贺云国军队尽数击溃 一番休养后 再逼贺云国边境层层进攻 太后闻之大喜 当即又拨十六万精兵任其调用 一个月后 在陆武一的计谋下 面对贺云国集结的二十万大军 飞穷紧率领一万龙甲军 于夜间由西向东反击敌军侧背 拔制意志 致使敌军大乱 终被歼灭 几乎全军覆没 趁此时机 飞穷与陆武一 挥兵朝南 一路破城 吞下大半国土 消息传回大盐京都 官民无不振奋庆喜 太后在与众臣商议后 决定犒赏三军 命户部颁发粮草彩断等 而对战争有着好奇心的陈武 则自告奋勇 接下了这个奖赏的活 准备去前线体验体验 太后执拗不过 便任命她为封赏官员前往前线 可谁知陈武这一去 竟长久未回 而且大军也迟迟没有动静 最多只是一些小战士 太后心中纳闷 于是又派贴身女官 前去了解情况 而女官回来后 便食言相告 说军队迟迟没动静 是因为主帅飞穷 和军师陆武一 被沉默搞大了肚子 这一听 太后差点没当场吐血 让你去犒赏三军 你竟然把主帅和军师的肚子给弄大了 有你这么犒赏的吗 于是 连下五刀一指 把陈武给叫了回来 平日里对陈武温顺的他 在男人回来后 更是没忍住 祸口大骂 说他尝试不足 败事有余 搞得陈武很没面子 但也没脸反驳 最终还是在床榻上 让太后消了些气 次日 还未彻底消气的太后 跑去陈武家中 准备降火 正巧 陈武和白仙宇夫妻俩 在互诉中常 太后倒也没在意 让小雨儿在一旁候着 甚至还出言道 小雨儿 等会儿扶着点挨脚 谁曾想 以往懦弱的小雨儿 这回突然变得硬起来 直接指着大门 出去 太后当场就懵了 本打算发作 可看着白仙宇 拿出一副正宫之主的 霸气姿态 一时气势 不自觉地弱了下来 翘脸清白了一阵后 冷哼道 哼 你们继续 哀家先走了 说吧 便很不高兴地离开了 太后离开后 小雨儿彻底 瘫坐在床上 拍着胸脯不断地喘气 心跳得极厉害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 如此强硬地 面对昔日的上司 虽然后怕 可感觉挺爽的 缠目伸出大拇指 嗯 这才是我家娘子 另一边的战士 起初也很顺利 虽然被弄大的肚子 但没有了缠目干扰 飞穹和陆五一 以强硬姿态 一路直逼到 赫云国都城 可意外 却毫无征兆地出现 原本以为 拿下赫云国 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谁知五天后 不知从哪冒出了一支 活死人军团 这些诗人军团 显然没有被完全掌控 不仅攻击飞穹的军队 就连赫云国的都城 也攻击 无太多理性可言 缠目得知消息后 终于明白 当年先帝秘密打造的 诗人军团 是被赫云国暗中给偷了 但因为没法控制 所以迟迟没有使用 这次面临灭国之灾 不得已只能拿出 诗人军团的出现 打乱了陆五一和飞穹的计划 再加上诗人军团 强悍的战斗力 和吉南被杀死的特性 使得军队损伤严重 赫云国虽然也受创 但毕竟是在城内 所以总体处于有利一方 战事就此被完全拖住 迟迟没有进展 无论是太后这边 还是飞穹那边 都尝试过很多方法 均没有用 长久之下 必定会出乱子 就在陈木一筹莫展之时 忽然有个快要被他遗忘的人 登门拜访 竟是当初 奉他为主人的白地圣剑 姬无命 自从与陈木在天地会分别后 姬无命便带着妻女 和新收的小老婆 慕容平 跑去了别的地方 说是要帮助陈木 暗中组建 反言势力 但陈木对此并没有重视 反正在他看来 姬无命 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成不了大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 倾情演绎 第1420集 此次突然拜访 虽然惊讶 但也没想太多 谁知姬无命 直接汇报了两件 重邦大事 第一件事 姬无命在贺云国 进犯大言的那段 动荡时间 凭借自己 新组建的暗示力 将天地会给收复了 听到这消息 沉默沉默良久 伸出大拇指点赞 牛逼啊 为了展现自己的成果 防止沉默 以为他在说大话 姬无命 直接带着沉默 来到了新建立的总舵 后日当空 凉风袭袭 沉默登上高台 一眼望去 数百天地会 年轻精英弟子 穿着白衣 手持白剑 无不英姿出众 朝气蓬勃 贴纸少年 公邑陈总舵主 众弟子 齐刷刷朝着沉默下跪 扔起长剑 组成剑语 毫不壮观 沉默笑容灿烂 只是听到小伙子们 喊的话 总觉得怪怪的 有一种 即将下线的错觉 而姬无命的第二个消息 才是最让沉默惊喜的 一次偶然 姬无命在寻找宝物时 偶然间发现了一个 关于双鱼国 亡灵军的线索 经过大半年的苦寻 也许是老天眷顾 竟然真的让他找到了 当年双鱼国 消失已久的 亡灵军团 只不过亡灵军团 处于被封印状态 若想激活并控制他们 必须是拥有 黄氏血脉的 双鱼国女皇本人 姬无命并不知道 曼家业的事 所以一脸遗憾 认为沉默 无法掌控亡灵军团 而沉默在听完 对方汇报后 内心的狂喜 如喷勃的火山 从身体每一个毛孔涌出 直接抱住姬无命 在对方脸颊上 亲了两口 顿时把平日里 稳重冷淡的白地圣剑 给吓坏了 只要激活亡灵军团 就可以解决诗人军团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 至于双鱼国女皇 问题不大 与太后汇报的情况 沉默便动身 前往双鱼国 去见心爱的家业妹子 大殿内气氛极冷 细碎的日影 透过店门洒落地面 光影斑驳 将男人的影子拉长 身穿华美长袍的满家业 坐于上手 翘脸冷漠 待沉默将来意说明 她冷笑道 哼 我倒以为你良心发现 跑来看我了 原来是有事求我呀 女人满腹怨气 当初沉默一声不吭就走了 后来几个月 纯粹就没来过 害她期盼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来了 结果是因为 有事才找她 原来自己在她心目中 不过如此分量 恐怕轻得 连一根羽毛都不如 沉默苦笑 我也想来看你 只不过破事太多了 但你要是我不想你 那纯粹是扯淡 虎欣你跟我回去看看 我专门为你定做了一套嫁衣 精心设计的 就等着娶你过门啊 这话沉默倒是没说谎 只不过她给每位红颜 都设计了嫁衣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嘴上虽然不屑 她曼家业眼里的怨气 却削减了一些 冷冷地说道 况且 就凭你三两句话 就想让我帮你 你也太低看本女皇了吧 缠目眉梢一条 女皇陛下的意思是 曼家业扬起 嗅起西白的下巴 很傲娇地说道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能不能让本女皇满意 缠目唇角 扬起迷人的笑容 我今天来并不仅仅是 有事想请你帮忙 主要是今天是你的生辰之日 所以我才来看你 此话一出 曼家业脸上的冷漠 有些绷不住了 不过她还是 洋装很生气地 白脸说道 是红竹儿告诉你的吧 如果你真提前知道 今天是我生辰之日 应该准备了礼物啊 拿出来让本女皇瞧瞧 女皇陛下 我的确专门为你 准备了两份礼物啊 绝对让你满意 真的啊 曼家业美眸顿时亮起 好奇询问 什么礼物啊 缠目背负双手 扬声说道 嘿 我俊美的容颜 和我二十八的兄弟 万里同云密布 空中祥瑞飘连 又是一年新春之日 兴许是国运盛起 京城的雪 显得比以往 要更高贵 雍容壮阔 灰宏大度一些 谄暮默默地站在空旷的宫殿外 望着变成雍种银条的万丝垂柳 以及那像条白色几倍的巨蛇城墙 心中不免 泛起感慨 黄公 真的就像是一个大牢笼 最自由的人 也是最被束缚的人 可偏偏就有人痴迷 比如纪清天 比如纪民 比如太后 自从他成功说服曼家业 让他将其无命找到的亡灵军 封印去除掉 赫元国的诗人军团 便不再具有威胁 飞雄和陆五一 以极其霸道的攻势 一举倒灭了赫元国的国都 自此 赫元国成为历史 而后在陆五一的建议下 飞雄又趁机 开拓了周边不少疆土 再加上太后的 一系列改革国策 大言逐渐显露出 盛世强国的姿态 原本民间对于太后的争议 也渐渐平息 开始接受对方的独权统治 朝中大臣们则选择沉默 在这种局势下 太后也终于开始 为登上皇位做准备 这是他一生的梦想 为此他付出了所有心血 哪怕有了喜欢的男人 这个念头也从不曾动摇过 当然 他也不介意让陈墓去当皇帝 只不过对此 沉默并不热衷 而且毕竟不是真正的太子 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的情况下 会惹出极大的非议 总之太后更希望 自己的梦想可以实现 今天不陪陪你那喜欢吃醋的夫人了 将侍女秉退 一袭凤袍的太后 很自然地挽住了陈墓的手臂 笑叶如画 虽然最近小雨儿 频频用强势的正宫之主态度来怼她 让她很不爽 但想到自己即将登上皇位 这些也就不在意了 等生下孩子 我们就过自己的生活吧 陈墓轻抚着女人隆起的小妇 柔声说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亲情演绎 第1421集 他不是一个有野心的穿越者 也不是一个喜好争霸天下的枭雄 能悠哉地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就足够了 如今大大小小的琐事已经基本解决 该实现对妻子的诺言了 现在不就是自己的生活吗 太后没听出对方话中的含义 美眸闪烁着意义神采 沉默的目光投向雪茫茫的暮色烟矮里 语气温柔 我想离开这里 去个世外桃源之地 太后脸上的神情僵住了 她愣愣地看着男人 见对方并不是在戏眼 挤出了一丝难看的笑容 女人心里很慌张 连说话都坑坑巴巴的 显然对方的决定让她预料不及 产目握住她的柔蹄温和道 不必紧张 我并不是说要离开你 就像我之前对小羽儿她们说的 只要是她们想做的 我都会支持 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 让你们留有遗憾 你想做女皇 我自然也会支持 往后我想你的时候 就会来看你 或许你想我的时候 也会来找我 我 不行 太后打断男人的话 眼眶泛红 霸道地说道 你不能走 你必须陪着我 尽管男人有所承诺 可谁又能保证 两人不会就此 真的永远分离呢 世间最经不起考验的 便是承诺 尤其沉默身边 有那么多的女人 时间久了 她在男人心目中的位置 又能剩下多少 怎么你也会耍小脾气啊 都是要当女皇的人了 要学会理性一点 沉默低头 吻了一下女人的红唇 笑着说道 况且我又不是去阳王地府 最多也就少几天见面而已 不行 不行不行 就是不行 太后罕见地流露出一副 小女生使性子的模样 紧紧地抓着沉默的肩膀 我不许你离开我 只要你留下来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我可以不要名分 你想娶几个女人 我也不在乎 你只要时常来宫里陪陪我就好了 说到最后 太后语气几乎接近于哀求 沉默有些无奈 都这么久了 你应该很了解我 我只是想活得悠闲一点 况且我之前答应过小羽儿 还有言轻他们 远离这些乱七八糟的俗世 好好地享受快点的日子 我也不可能忘记你 或者抛弃你 只不过我们见面的时间 会相对少一些而已 再者 两情若是九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对吧 可惜 男人的劝慰 并不能让女人宽心 他有一种 很强烈的预感和直觉 一旦让沉默离开 那么他将会 永远失去这个 生命中唯一的男人 你在逼我 太后咬着唇 直视着男人 逼我放弃皇位 对不对 沉默笑了笑 也懒得解释辩解 为什么不可以 迁就一下我 你可以承诺小羽儿 为什么不考虑 我的感受 太后质问道 沉默沉默片刻 就这样吧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等过些日子 我就带他们去双鱼国那边 夜妖世界已经修复了一些 我想在那里 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 说吧 男人便转身离去 别走 太后连忙去抓 却不小心踩到了公群 一个猎妾栽倒在地上 沉默吓了一跳 忙蹲下身子 关切询问 你没事吧 膝盖被磕到的疼痛 以及被男人抛弃的 受伤自尊心 让女人的情绪爆发了 满腹的委屈化为愤怒 用力地甩开沉默的手 滚 你给我滚 我染青莹还不至于 为了一个男人寻死密活 你沉默还不配 你走得越远越好 不至于吧 我不会真的抛下你 我只是 沉默 你只要今天走出这大殿 以后就别来找我 太后凤母含泪 立声说道 真的要我滚 沉默问道 滚 太后扭过琴手 指向店门 沉默见女人情绪很激动 暗暗叹了口气 打算等对方冷静一些 再商议 便起身朝店外走去 可脚步刚动 身后却传来一股拉扯之力 沉默回头望去 只见女人依旧冷着脸 坐在地上 但她的手 却紧紧攥住了男人的衣角 因为过分用力 如葱的手指 几近泛白 她拼命地绷紧了面皮 跟孩子似的 把乌液硬咽下去 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 挤出了眼圈 沉默目光温柔 放手吧 太后粉夹 沾满了柔弱的泪珠 死死咬着唇瓣不说话 而手指却捏得更紧 沉默叹了口气 慢慢施力 将衣角一点一点地 从女人手中扯出 女人拼着命地 想要攥住那 仅剩的一点衣角 生怕这一松手 这辈子便要与 最爱的男人相隔天涯 直到最后一点衣料 从女人指尖 生生滑出 就像是绷紧的心弦 突然断了 这一刹那 倔强的女人 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骄傲 扑上去抱住了男人 哭着说道 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跟你走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陪着我 泪像雨点子一样 扑素素地湿了衣巾 她哭得极实厉害 双臂却紧抱着男人 害怕丢掉对方 低声呜咽着 不要了 我不当女皇了 曾经的她 会为了登上权力巅峰 而放弃所有 如今的她 只为了一个男人 而放弃 即将到手的巅峰权力 可她不后悔 没有什么 能比得上眼前的这个男人 沉默轻轻叹息 搂着怀里的娇媚丽人 柔声说道 傻女人 我说过不会抛弃你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 倾情演绎 第1422集 从皇宫出来 沉默心绪难鸣 与太后的道别 并没有掺杂试探的心理 其结果也是让她欣慰 同时亦有些沉重 这沉甸甸的感情 怕是已几辈子的承诺 都还不清 来到小院前 一袭艳红嫁衣的鬼新娘 静静地倚在门口 与白仙宇相同的容貌 让沉默 恍惚间仿佛看到了 娘子身穿嫁衣的模样 在这里做什么 等我 沉默问道 鬼新娘呵呵一笑 等死 我已经从亡灵军团那里 寻到了这种秘术 可以暂时寻找一具躯体 让你使用 虽然会有副作用 但有我在身边 不用担心 鬼新娘瞥向她 想把我永远绑在你身边 如果你这么想 我也不反驳啊 沉默耸耸耸肩 鬼新娘白了一眼 望着漫天飞雪 神色恍惚 或许我不该留在这世界上 可我 又很留恋这红尘世界 你是个坏女人 沉默莫名感慨了一句 鬼新娘笑了起来 没错 如果我不是小语儿的姐姐 你恐怕早把我给杀了 现在 我想用身体来补偿你 也做不到 等我找到适合的身体 就可以补偿了 算了 我打算和小语儿 共用一具身体 其他的身体我不习惯 这样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 小语儿也不在意 鬼新娘似笑非笑 对你而言 不是更刺激吗 等于是跟两个人同床 听对方这么一说 沉默眼睛亮了 对呀 洞房过程中的角色转换 很刺激 到时候再加上 梦美妇调情 简直完美 在沉默畅想的时候 远处风雪中 忽然出现了一道 鲜美的身影 一簇簇白色 飞舞着的雪团 仿佛弥漫于混沌之中 周围一切变得 异常安静起来 连心跳 都被风雪中的白裙凝致 女人缓缓走近 仙境的小腿 于裙摆 似随风而晃 同样在搅动男人的心 好久不见啊 望着面前 飘渺如仙的神女 沉默露出了笑意 她的视线 落在对方怀中 被包裹在 墙包里的婴儿 呼吸微微急促下 下意识地 想要伸手去触碰 却又害怕 眼前不过是幻梦 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 第一个孩子 尽管充满了魔幻性 但却让她更为真实地 感觉到自己 身处于这个世界 我还没给她起名字 神女将怀中的女鹰 递给了沉默 眉眼满是温柔 长得更像你一些 沉默小心翼翼地 拨开少许棉被 望着女鹰 粉雕玉镯的可爱脸蛋 激动地 说不出话来 好似突然失伤了一般 好好照顾她 她是上天赐予我们的 最美好的礼物 神女柔声说道 听到这话 原本还沉浸在孩子喜悦中的沉默 猛地抬起头 神色复杂 你要离开 这时的离开 更像是诀别 神女轻盈鲜美的身姿 在纷飞的雪雾里 朦胧不清 忧生说道 既是相遇 既是离别 世间的情爱 品味三分便够了 长多了 会变苦 她抬起手 轻抚着沉默的脸颊 如玉细腻的手腕 与冰雪相衬 格外出尘 落在男人面颊上 也如烟雾触碰 感受不到真实 你成功了 沉默终于发觉了 女人身上不一样的东西 就好像凡尘的俗气 从她的身上剥离了出去 整个人仙气十足 只差一步 神女 薄而美的单纯 勾起一抹 动人的弧线 女人那超凡脱俗的美 让沉默 微微有些失神 带回过神时 却发现对方 已经走远 地下飞卷而起的雪瓣 为之鲜花 走过的路 为之方静 天人银色相连 一视而孤立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鬼新娘缓缓摇着头 震惊无比 她竟然成功地 破开了灯线的境界屏障 倘若真的能登仙 将成为古往今来 第一位真正有记载的仙人 很厉害 云霄没看错人 沉默 心绪难言 鬼新娘看着她 眼神有些怜悯 求而不得的心情 很难受吧 你终究不能得到 你所有喜欢的女人 唉 世间哪有十千十美 陈牧长吐了口啄气 转身进院 鬼新娘苦笑一声 准备进去时 正巧看到 张阿伟 带着已经怀孕两个月的妻子 和田田上门 张阿伟 鬼新娘下意识叫住了她 张阿伟站住脚步 一脸疑惑 嫂子 有事吗 你娘先 鬼新娘张了张口 最终还是白手 算了 没什么 啊 张阿伟挠了挠头 只劫对方莫名其妙 但也没多想 便带着妻子 去找陈牧 商议事情了 四月的甘霖 渗透了三月 枯竭的根须 仲春到来时 原本预念乾坤的银庄世界 已经被暖意所取代 呈现出一副 昂然生机勃勃 在神女送来孩子不久后 五彩罗也生下了孩子 是个男婴 相比于五彩罗那个吃货傻妞 孩子倒是很机灵 这也让一直悬着心的陈牧 松了口气 若真遗传了母亲的吃货基因 那就不好了 太后如愿登上了皇位 成为大言第一位女皇帝 而在登基的当晚 她却偷偷地溜到陈牧家里 几乎以跪了一晚上的姿态 去伺候陈牧 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她心里 江山不如心爱男人的一根头发 红猪儿终究还是没能离开 过她想要的隐世生活 当她得知 当年致使她残缺一心的罪魁祸首 就是陈牧时 心态彻底崩了 一度想要剖腹 气掉孩子 但最终还是在陈牧的甜言蜜语 和曼家叶的助攻下 接受了现实 曼家叶生怕她想不开 甚至找来绳子和她绑在一起 这也导致陈牧在和曼家叶床踏亲热时 莫名其妙地又和红猪儿滚了床单 场面一度很和谐 唯独神女一直没来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倾情演绎 第1423集 绵绵细雨飘飘洒洒 好似薄雾青烟 阴晕成漫天的雨幕 雨往常一样 沉默在房间里 逗戏着小女儿 不知何时 一层归立的红光 自窗外目润而来 美轮美奂 心头范怡的沉默 抱起女儿走出房间 却见整个天空 被蒙上了一层 朦朦胧胧的淡红薄雾 天边有一道璀璨的霞光 正缓缓上升 隐约可见 竟是一轮圆月 本就柔细的雨丝 仿佛被按下了慢见 将这个世界营造的 格外梦幻 街道上不明所以的人们 也纷纷驻足 抬头观看 而一些修为高深的修士们 在看到这一幕 从未出现过的神奇异象后 先是疑惑 随后便想到了什么 陷入了震撼之中 这是登仙异象 自大研成立四百余年来 从未有一人成功登仙 以往记载的传说 也终究只是传说罢了 这么多年来 已经有不少修士人为 登仙只不过是一种精神慰藉而已 不可能真的出现 也不会有人会达到这个层次 然而此刻 他们却亲眼见证 登仙圣经 这无疑打破了所有人的质疑 说明了一个结论 登仙从来不是虚妄 只是你们不行罢了 一道长红横跨在整个天空上 仿佛从世界的一端跨到另一端 五彩的光芒将世间一切色彩 吸收殆尽 呼救了无上繁华 环绕着红霞的圆月 渐渐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皎洁白玉的月盘 干净的布染仙尘 九州所有百姓 此刻皆下意识地跪在地上 见证膜拜着盛世 眼中尽视 敬畏与虫热 云雾于红桥的另一头 缓缓弥漫 其洞如烟 其色如雪 云雾之内 一道飘渺美丽的身影显露出来 它就像是从画卷中 具现而出的仙子 静静地撬立在 红桥一头 身后隐有银河陷影 欲语无尘 神仙 仙子 百姓被这震撼的景象给惊呆了 回过山后 纷纷俯归在地上磕头 缠目注视着那个飘渺的身影 轻轻抱紧了怀中的女儿 你娘亲 是仙子呢 月白天青 逐渐渐扩散消失的红霞 像银轴般滚滚而过 化为银白色的寂静 红桥正中 出现了一道古朴苍苍的大门 这是仙门 是修仙者最为渴望的大到尽头 绝美出尘的女人 青脉连足 一步一步地走向红桥 走向仙门 每一步行走 秀嫩的足尖边处 扩散出一圈圈波纹 无数青莲于周身绽放 盛开一株株梦幻仙境 青莲之上 似有彩风幻影 栩栩而飞 又亦有海里藤月 仙鹤绕梁 一颗颗星辰 如荧光漂浮着 浩大的圆月定格在红桥正中 蕴开了无上圣洁 女人来到了红桥正中 她的身影烙印在了 角白的圆月之内 高高在上 恍若光耀夺目的神明 三千青丝 在蕴白的光芒里 盈盈流动 硬掺着那张绝艳的面容 更为出尘 再美的山河 也在她的面前 褪去了颜色 神女正正看着面前的仙门 神色却很平静 这是她曾梦寐以求的一幕 自她懂事之后 灯仙变成了她此生 唯一的信念 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 始终不曾动摇过 她为灯仙而生 为灯仙而允 如今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近四百多年 甚至千年来 守卫在人们见证下 真正灯仙之人 跨进这扇仙门 她将断绝 世间一切红尘 断开一切情爱 她将成为万民心中 真正的仙人俯瞰众生 可是神女 忧伸而安静的眸子 投向了远处 尽管相隔极远 却还是能看清 男人和怀中的女儿 虚幻的爱情和悸动的血脉 交织成一片片 残缺之理的记忆 在她的心间搅动着 成为这灯仙前的 最后一缕羁绊 急于情 急于道 她做到了 可又做不到 只要推开这扇仙门 跨入万千修士 梦寐以求的境界 这最后一缕羁绊 将会被她彻底斩断 再无余情瓜葛 神女鲜美十足的御旨 轻轻处在了冰凉的仙门上 这仙门 推还是不推 占白色的圆月 似吞没着她曼妙动人的仙姿 风儿停歇了下来 雨丝被凝固在天地间 一切都停止了 仿佛万物都在等待她的抉择 过了许久 女人秋水眸子 微微和尚 连起艳阳的光泽 她心中已有了决断 神女深呼吸了一口气 回头看了眼丈夫和女儿 毅然推开了仙门 古月喧天 红灵作菜 满院子的香气阴晕 灯光璀璨 一个月后 筹备已久的盛大婚礼 终于开始了 尽管沉默与白仙宇 有过成亲成训 但沉默还是重新让她穿上嫁衣 来了一次拜堂 本来计划是 让沉默和众女 每人来一次婚礼 但后来经过商议 这么一次次的结婚 确实有些太折腾 而且沉默到后面 肯定会敷衍很多 索性与众女 全部来一次大婚礼 对此沉默没什么意见 反正无论怎样 都是要洞房的 全部成亲 到时候也可以 大背同眠 这谁会拒绝 然而事实却很打脸 好不容易熬到洞房之夜 作为后宫之主的白仙宇 让众女美人 待在一座婚房里 让沉默 自己选择 沉默很无奈 并提出抗议 可惜抗议无效 经过心理一番纠结后 最终选择 来到白仙宇的婚房 毕竟是后宫之主 李当排第一 蕴染的红烛灯光下 一袭红嫁衣的白仙宇 美艳不可芳物 如雕刻出的 世间最美的牡丹 娘子今晚好美 蕴沐欲要上前搂住女人 却被白仙宇避开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巴依团队 倾情演绎 第1424集 女人轻咬了咬唇珠 蕴红的小脸含着笑意 夫君 你能来找妾申 妾申心里很欢喜 但今晚 妾申不该霸占你 你去找其他姐妹吧 都一样 分什么主次啊 陈牧满不在乎 可白仙宇 执意将陈牧推出了婚房 半吃醋半开玩笑地说道 作为正气 妾申心得表现得大度一些 否则以后妹妹们 会不开心的 可是 沉默话还没说完 女人便关上了房门 男人无奈 便来到了青罗房前 这丫头 一直想被她给吃了 今晚应该是 最迫不及待的 可敲了半赏门 小丫头 死活不愿开 说让陈牧 去找其他姐姐 生怕以后被白仙宇 给批评说她不懂事 陈牧有些生气 做事要踹门 青罗这才打开了门 少女探出 可爱娇媚的小脸蛋 燕红的嫁衣 映衬着她 小巧的身形 妩媚诱人 让我进去 陈牧说道 青罗用力地摇着小脑袋 嘟着红润的小嘴 委屈道 相公 虽然青罗也很想和你动房 但青罗不能任性 今晚相公去找其他姐姐吧 说吧 又把婚房门关上了 沉默无语了 索性 又去隔壁的五彩罗房间 五彩罗倒是没赶她 只是小丫头抱着一大堆 丰盛的婚宴美食 一个人吃得不亦乐乎 压根儿不搭理陈牧 见丫头压根儿没有要动房的意思 自讨没趣的陈牧 只能离开了 之后 陈牧来到云指月房前 穿着美艳嫁衣的女人 却早就站在门外 看到陈牧到来 云指月背负着手 笑盈盈地说道 我的夫君呢 这大半晚上 怎么一个人慌荡啊 不陪陪姐妹们 沉默苦笑 一个个都开始装矜持了 见邵思命 竟也在房间里 沉默眼睛一亮 搓着手说道 哎 还是我的指月懂事 知道夫君我的能力太强 找来帮手 想得美 云指月抬起修长的大长腿 踩在门柱上挡住了男人的去路 没好气地说道 还不是怕你欺负我师妹 所以今晚呢 我要和师妹一起睡 你呢 该找谁就找谁去吧 你们是打算新婚业 手身如玉是吧 沉默彻底懵了 我呸 身子都没了 还手什么呀 云指月红着脸 翘白了一眼 死活不愿退让 当你沉默的媳妇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这新婚之夜 不能让其他姐妹吃醋了 反正呢 你爱找谁找谁 别找我们师妹俩就行了 沉默劝不动云指月 只好将求救的目光 叹笑邵思命 小子儿 我 夫君去找薛姐姐吧 没等男人说完 邵思命只是丢出一句话 便拉着云指月进了屋子 将屋门紧紧闭上 缠目炸毛了 什么意思啊 全都喜欢牵让是吧 这时 一道带有嘲讽的 银铃般的笑声 忽然飘了过来 沉默扭头望去 只见曼家叶 正已在走廊拐角处 捂着肚子 哈哈大笑 一旁的红竹儿 则是幸灾乐祸 哎哟 陈哥哥今晚怎么一个人呢 要不让妹妹来陪你呀 曼家叶学着青楼 招呼客人的女人 故意逆着嗓子 对沉默妩媚吓喝 手中还摇晃着红盖头 沉默有点尴尬 试探性地问道 要不你们 别 我们姐妹可不会吃毒食 这好好的新婚之夜 陈大美呢 还是去临行其他姐妹吧 省得破坏了你的后宫和谐 红竹儿言语嘲讽 没错 我们姐妹今晚就独守空房 让其他姐妹好好享受 父亲哥哥的温柔 曼家叶挥舞着红盖头 跟着嘲笑 再见了陈大美呢 别来找我们 红竹儿拉着曼家叶离去 快要走过拐角时 曼家叶还故意转身 朝着陈木做了个鬼脸 而后故意拉下嫁衣的衣襟 露出了白词如玉的香肩 纯粹的勾引 陈木被气笑了 他现在严重怀疑 这些女人是商量好的 但不甘心的他 继续去寻找其他可洞房的人 将目标放在了小巧儿身上 这丫头可不敢忤逆他 来到乖巧的小巧儿房间时 却无语地看到 苏巧儿 飞雄 陆五一和太后 竟然聚在一张桌子上 打麻将 之前陈木 为了让家里娱乐项目多一点 教会着他们 斗地主打麻将的 不曾想 这些女人竟上瘾了 在新婚之夜都在玩 少爷 你怎么来了 飞雄看到陈木后 一脸的诧异 太后染青影 则憋着笑 故意说道 看来咱们的夫君 是想跟我们打麻将啊 可惜啊 这里不缺人 夫君 你还是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别毁了大婚之日的 洞房花烛夜 陈木懒地回应 看向苏巧儿 小巧儿 陪我去洞房 苏巧儿红着小脸 嗡了一声 便起身打算跟去 却被太后一把抓住 哎 小巧儿 要懂事 今晚还有其他姐妹 等着夫君呢 以后啊 夫君有的是时间陪你 苏巧儿又乖乖地 坐回椅子 给陈木一个歉意的眼神 陈大哥 你还是去找其他姐姐吧 陈木扶着额头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陆五一笑容清浅 点出了真相 喂 夫君 不是我们不陪你 而是不敢陪你 这么多眼睛盯着呢 谁愿意让其他姐妹 心里不舒服 你呀 去找别人吧 飞穷叹了口气 哎 少爷 明天妾身一定陪你 今晚真不行 看到了吧 太后一脸的桌霞 大家都不愿意 夫君可别勉强啊 好了 我们还要打麻将呢 麻烦夫君离开的时候 把门给带上 行行行啊 你们等着 陈木晃着手指 对着四女虚空点了几下 以后有你们好看 啪的一声 男人摔门而出 气冲冲地离开了 来到孟严清房间 美妇到时不敢拒绝陈木的洞房要求 半推半就下 来到了床榻上 可还没开始亲热呢 房间里孩子的哭声响起 是吴采罗的孩子 那丫头一天到晚喜欢吃 无奈 也只能让孟严清 帮忙堪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家娘子不是妖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极品豆芽 由八一团队 亲情演绎 第1425集 不好意思啊 夫君 要不你去找小雨儿吧 衣衫部长的孟美妇 连忙抱起孩子哄着 对陈木歉意道 这情况 陈木也没法厚着脸皮呆了 转了一圈 陈木出现在了 薛采清的婚房门前 没等他敲门 屋内女人似乎早就感应到了男人的到来 柔声说道 夫君想与采清洞房 倒也不是不行 薛回答采清一个字迷 若是回答对了 采清便让夫君进门 你问 陈木来的精神 薛采清拨动琴弦 红唇清起 水上又见心上人 独来独往 独自挤 为情雨下下雨天 为何相见无言语 相知渐渐还孤单 今生只爱君一人 单己单行 单相思 这是啥 陈木皱起眉头 不过聪慧的他 很快便想到了答案 刚要张口回答 却愣住了 而后君朗的脸颊上 浮现出苦涩之态 最终认输 我猜不出 薛采清玩耳 夫君已经猜出来了 不敢说而已 我去找其他人 陈木首次主动离开 落荒而逃 夜色渐渐浓郁 灯光月光星光交映的小院 被忧尘朦胧的青纱笼罩着 血闪出迷离的氛围 陈木犹豫半晌后 来到了最后一间婚房 推门而入 映入眼帘的便是床榻上 女人曼妙动人的先驱 女人侧着身子 床边桌上的红烛 还在蕴染着柔和的光 女人裸露出的些许香肩 在熏光下 嫩得惊心动魄 陈木脱下鞋子 从背后 轻轻搂住了女人 后者并无反应 只是轻轻拍打着 沉睡着的女婴 口中浅浅哼着 从陈木那里 学来的摇篮曲 清澈如夜与冷雾的秋水灵毛里 满是温柔与宠溺 今晚我陪你 陈木小声寻问 女人微微醋眉 摇了摇琴手 会吵到孩子的 陈木不好勉强 也不敢强迫对方 陈木片刻后 轻声问道 那日你推开着仙门 为何不选择进去啊 沉女说道 我不知道 你能帮我找到答案吗 不能 陈木亲吻着女人的脸颊 神色温柔 但我相信 无论再选择多少次 你都会回到 我和孩子身边的 沉女没有回应 唇角却泛起浅浅的笑 临走时 陈木又好奇问道 那日你推开仙门 看到什么 我没看到 好吧 陈木有些失望 轻手轻脚地离开床榻 走出了房门 听着男人脚步声渐远 沉女笑容 多了一丝顽皮与桌下 娘亲其实是骗你跌跌的 那日 娘亲看到了仙门里的景象 娘亲只告诉你一个人 女人将脸颊 轻轻贴在 婴儿 润嫩的小脸上 轻声说道 娘亲看到了一座座房子 那些房子好高啊 一层一层的 娘亲看到了很多奇怪的铁盒子 大大小小 人们只要进去 那些铁盒子就会跑起来 可快了 娘亲还看到了 天上飞的铁鸟 里面也有很多人呢 对了 娘亲还看见 那些仙人们手里 拿着很厉害的法宝 哪怕相隔千里 都能看到彼此 逛了一圈 沉默孤零零地 站在了院门前 很讽刺 有那么多如花似玉的老婆 结果新婚之夜 却连一个可洞房的都没有 这无疑 太悲催了 沉默叹了口气 坐在石凳上 清冷的夜空里 万籁俱静 无数星星 正发散着 林色的光辉 支撑着一个柔软的网 凉爽的风 浮在脸上 颇有些疏意 唉 在这里凑合一碗也不错 沉默暗暗想着 支的一声 院门忽然无风自开 沉默一愣 抬头望去 视线里 一道窈窕动人的身影 缓缓走来 如采着云雾 鲜意盎然 女人一袭墨色长裙 眉目 清冷柔晚 墨了晚 对方的出现 让沉默颇为惊讶 随即欠一道 新婚之夜没有请你 真的很抱歉啊 回头我一定带你赔罪 女人却不开口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对方 轻眸中 好似运着一缕月光 沉默 沉默起初很疑惑 但对方那深忧的眼神 让他莫名有一种 不敢对视的错觉 甚至搅出了几分 熟悉感 恭喜 莫老板 取下了脸上的面纱 女人的容貌很漂亮 并不是之前 他所说的毁容 说明他是在 欺骗沉默 沉默对这张脸很陌生 可不知为什么 记忆里总有一张 难以遗忘的容颜 与眼前陌生的漂亮脸颊 交叠在一起 虚幻与现实 前世与今生 那简不断里 还乱的繁杂记忆线 仿佛将他凝聚在 脑海中的一团迷雾 一点一点地剥离开 直到女人 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三朗的寒光 如一道惊雷皮下 炸开的沉默 混沌的脑海 豁然开朗 沉默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 就这样看了女人半晌 她忽然笑了起来 笑容里掺杂着百味情绪 所以 刀我的人是你 沉默声音变得有些 沙哑与激动 女人微微一笑 你不该被刀吗 沉默落寞 我的确该被刀 只是我没想到 你会陪我一起来 女人走到她的面前 紧握着的匕首 倚在了男人的胸前 一点一点地戳进去 鲜血 缓缓渗出 上辈子不够解恨吗 沉默笑容苦涩 不够 女人面无表情 但眼眶里却弥漫着湿气 沉默看了眼周围的大红灯笼 提议道 青梅 要不我们先拜个堂成个亲吧 弥补一下上辈子的遗憾 不用了 我和你小时候已经拜过堂了 女人说道 那是小孩子过家家 没区别 沉默轻轻逝去对方脸上的泪珠 想了想又提议道 可小时候没动房啊 要不现在弥补一下 女人停住了刀子 她歪着脑袋 思考了好一会儿 翘脸站出笑容 也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